今次疫情比2003年更嚴峻 傳染性可能會更強 當年SARS之後出過三份報告 包括由英國專家領導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的調查報告和醫管局報告 幾份都提及要增加資源應付未來疫症 醫管局那份最具體 建議長遠要在三間醫院增設傳染病大樓 每棟有100張隔離病床 短期就要在14間醫院增加隔離病床 全部要有負額設施 總數1400張 05年達了標 事隔十幾年 香港現在有多少張隔離病床 大概有480張可以即時使用 最新的數字其實已經去到現在用570度 大概有700張 如果有需要 我們72小時內可以將隔離病床增加到接近1400張 而三棟傳染病大樓至今得一棟喜好 就是馬加烈醫院的傳染病中心 另外兩棟去了哪裡呢 03年6月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三個選址 是馬加烈、屯門和大埔拿打素醫院 同年12月醫管局向公務小組申請撥款 為馬加烈和屯門醫院兩棟傳染病大樓做前期工作 到批了錢計劃就有變 政府說新界東需求欣切些 決定不起在屯門 當年的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麥國鋒記得 只是改選址 不是不起 到04年3月政府向立法會交代 計劃在大埔拿打素醫院起傳染病大樓 說起好之後全港隔離病床會增至1600張 會上有議員反對說太近民居 反建議在北區醫院或者威爾斯醫院起 三個月後政府文件提到 第二棟會是新界東起 但沒有再提起起在哪裡 當時我們是有不同的看法 令到醫管局 應該說政府 有了它的空間 令到沒有了 我可以這麼說 過多一個月 政府改了口風 說資源有限 除了馬加烈之外 未決定是否興建多一棟傳染病中心 換言之 由03年6月到04年7月之間 傳染病大樓由3變2 再由2變1 醫管局現在算不算走數嗎 不如你去問一下醫管局的1 不是說沒有起到 即是未到時候起 鄭文庸是當年醫管局副總監 負責設施管理 他說傳染病大樓 只甘得一棟是政府決定 那個決策一定是集體的決定 而且不是在醫管局的當年 在政府的中央那裡去決定的 一定是上高局長 還有他一班幫忙決策的官員 當然他用的資料是來自我們醫管局 有更加急切的需要去建一般的病房 那一般病床是不是多了 香港人口由03年到18年 由680萬人增長到745萬人 病床數目按官方年刊記載 病床總數比起03年 其實是沒有增加的 但是我們的人口是老化了 我們醫治的疾病是複雜了 有1400張隔離病床 萬一用完的時候 其實有甚麼方法呢 可能要去用一些隔離的設施 例如當年的小湯山醫院 有線電視記者黃靜雯報導